頭裡不舒服 現在我看到那個場景 看到那邊的雲 它一直在這個地方 距離不是太遠 在之前我不是看到很遠很遠嗎 離的 現在它在這裡 雲的離的不算太遠 離的不算太遠 也就是說現在他兒子就守在一個山頂上 他兒子可以從天上下到山上面 人是站在山上面 他的工作還是在雲上面 他走到我們人間的山頂上 站在山頂上 但他的工作還是很遠 我記個例子 假如說我是一個美國的 守衛墨西哥邊境的一個人 但是他守衛的時候 他跑過了那個 為了方便 守衛啊 他跑到墨西哥那邊去了 墨西哥那個邊境的圍牆的外面去了 相當於 有個右肩呢 就這樣看起來就是 容易看清楚 那個情況 也就是說 他的兒子就是有時候 他平時守在營上的 有人如果來到人間的時候 他就幫了人家 把天橋放下來 人就下來了 下來了 看一下這個人 是不是可以下來 或者 外遇去下來 比如說小孩子下來完的 就不跟他下來 不能跑到人間 或者附近有機場什麼之類的 或者附近有機場刺激的話 就不讓小孩下來 他幹這個事情的 然後今天呢 他為了守衛看清楚 誰要下來 他就乾脆跑到那個山景上 再看到營 他相當於 本來守在營上 霸人放下來 他乾脆自己在 在那個山景上 在看到那個營 看到那個營 反正他的任務啊 他的任務就是兩個 另外一個 一個禁 從我們地球上的人間 回到天前去的人 如果來了 他就把這個營祭固了 就是相當一個渡船 或者一個天橋 也好 就是一個 我們有時候 不是看著橋 掉橋似的 把它掉橋 或者營來接 就相當一個 或者百度人 他就幹這個事情了 把他來接回去 或者送下來 他有時候就是 就帶在人間的那個山景上 然後這個時候 我看到一個女主角 女主人啊 就是我們所說的這個暗主啊 他就看到 看到那個長者 有時候能夠 帶在那個山空景上 哎呀 他看著人間 人間仙景了 感覺這個太舒服了 還有植物 還有燕舞燕耳的 所以他覺得很浪漫 但是他兒子 後來只投胎成了他兒子的那個長者 他不認為這個浪漫 他認為只是一個工作而已 下面呢 事實到底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啊 但是呢 他就發現 從天上 他有一個就像渡口一樣的 他把人送下去的人啊 然後隔了一段時間 都會頭痛了 就回到回上去了啊 下來的人 然後會頭痛了 又回去了 就不像人家說 移民到一個國家 移民了一個 移民了出去 再也不回來的 好像都是 人家去的時候 都是高高興運的 回來的時候 都會頭痛腦的 去的時候 都是高高興運的 回來的時候 都是會頭痛腦的 所以呢 所以呢 他那個 當那個按照 其實要到人家來 就是他就千萬 不讓他來 要勸阻他 你不要到人家去 人家去的時候 會頭又回來的 每個人都 去的時候 都是高高興的 回來的時候 柴頭上去的 像打了一個敗仗似的 所以就知道 那個人家呢 不是那麼好玩的 所以要勸阻他 要勸阻他這個事啊 勸阻他做這個事啊 但是呢 那個你主人啊 你主人根本就 聽不聽起來 他覺得 他覺得人家那個 你看 太美好的 如果不美好的話 你怎麼可能 你住到那個山景上去 你看到那個 長者住在山景上 長者在山景上 而不是在營上 他這個人 既然你喜歡 住在那個山景上 工作的話 那應該是 那個地方挺好的 挺好的 你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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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我才願意下去的 而且你現在 不要阻止我 阻止我 到人家來 你就像有的人 有越反性的 你知道這個有 好吃的東西 或者好東西在 但是你又不告訴我 你不讓我想 這個 所以他來個 涅槃心裡 敢 投胎下來了 有一個涅槃心裡 反而 這麼一個 誤解 以後 他就投胎下來了 投胎下來了 一開始 那個人 一直沒搞明白 是什麼原因 後來慢慢慢慢 好像搞明白了 也是 由於他平時 在哲青的時候 住到那個山 山峰上面 而沒人在營上 應該在營上才對 但是住到山峰上面 誤導了他 所以呢 他就投胎下來了 投胎下來了 就像人家那個 拉人家去傳銷的人 沒有氣的人 認為那個氣的人 賺了大錢了 有的人有苦錯不錯 他知道那個上當了 當然又 又不忍心 又不想 把這樣的那個 事情告訴對方 但那麼誤解了 以為你這個什麼好處 奪成了 奪成了 就不告訴我 所以來個涅槃心 那你不帶我去 我自己想去 那這個就上當了 有點像這個意思 現在又搞明白這個事 好 知道了 再見 再見